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們這邊都有計時的時鐘 然後請大家在最後十秒的時候拍手 請他下台 沒有沒有沒有 然後我們在最後面十秒過了就是時間到 我們就會把畫面切掉這樣子 對 那我們今天非常高興請到有七位來呈現我們那一天 第一個是Joe 他的題目是驚呆了這些派桑題目刷掉七層面試者 So let's welcome Joe 對這個 Hello 各位聽得到嗎 好 那我們開始吧 對驚呆了我今天準備了快40頁投影片 就是滿足嗜血了大家對於Lightning Talk的那個期待 然後 馬上出問題了 他怎麼沒有直接跳躍 好 However 我是Joe 然後我是算是派桑台灣的鐵粉會眾 從2012年開始都有參與 然後我過往偶爾會在派桑台灣給一些演講或是做志工 然後我有指貓 然後我之前服務於Unbow CV 那現階段在Berry AI工作 那在過去的大概六年半之間呢 我大概進行過了大約一千場的 看過了大概一千份履歷 然後做了大概兩百場的面試 然後面試的一些職稱大概都是 Backend Engineer AI或ML Ops 那大概做了這些的面試 然後接下來分享一些面試官的一些心得 給各位做參考 那舉例來講我現在所待的公司Berry AI的第一關的面試呢 可能會是由我來做 那我大致上會在第一關面試的時候做的事情是 大概的去抓一下這個人選他的技術水平 還有過往的經驗 然後還有包含他的溝通能力 以及他的人格特質符合團隊的需求 那我最常使用的做法其實是用快文快達 那我這邊其實不太會去考LiCo 或資料結構或演算法那些東西 那就是很快的問一個問題請你很快的減答 那快文快達的面向大概就是上面所列的這些面向 那其中因為我們主要的開發語言就是Python 當然就會問Python的題目這樣子 然後這幾年以來的心得其實是這樣子 就是大概十分鐘附近的快文快達 大概我有八成的心情可以判斷這個人選的水平 而且大概可以綠掉七成的人 那到底你覺得我們到底考多難呢 那我們不如現在就來試試看 第一題就是LiCo的Tuple Dictionary 你可以解釋他們的差異在哪邊嗎 那這一題其實目的原本是希望讓人選講一下話不要太緊張 但大概有時候會不小心刷掉10到15%的人選 然後第二題的話是Decorator 就是你有用過Decorator嗎 在什麼地方用過 然後你有客製化自己的Decorator過嗎 那為了解決什麼情況 Decorator如果想要加參數的話 那要怎麼去實作 那這題大概可以刷掉三成以上的人 然後接下來我會問的是Property 就是你有沒有用過 那這其實也不是很困難的問題 但大概也是大約三成左右的人會被刷掉 然後這一題的話比較困難一點 因為Descriptor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它是什麼 那我旁邊有著名的底線底線Get之類的寫法 那這個大概可以刷掉可能蠻多人 但這題我們的初衷其實並不是要刷人 只是想要知道你知不知道 那答對率的話其實是非常低 大概只有一兩成的人知道過 然後Decorator也是我蠻常會問的一個題目 然後答對率其實也蠻低的 那也可以刷掉很多人 然後有關MultiStrading MultiProcessing的一些經驗的話 我們是已了解就是你有沒有用過這樣子而已 但是有些人在解釋的時候 會講一些錯誤的觀念 所以不小心也會把一些人給刷掉 然後有關Python的一些Modern的一些Features 像Type Hinting或是Data Class 然後一些其他的東西 這些題目都不是要來刷人 只是想要了解說 比較新的Feature你有沒有用過這樣子 那我發現其實大約70%的人都不太有用過 對 那我們也會去問一些Linter或Formator的一些開發習慣 然後如果你是做Web的 可能會問說Whiskey或者是ASGI 之類的一些原理是什麼 這也是加分題 然後當然大家都用過一大堆Web Framework 所以會去評估一下你的過往使用經驗 那有關Testing我們蠻在意 你會不會寫Unit Test 會不會寫Degression Test 那你會不會用Mark Library去做一些測試 那這個地方我們也會拿來去看一下 你這個人的一些開發經驗 大致上就是問你一些問題 你的簡單答案我們會再往內再去追深一點 然後不斷的循環 就可以大概知道你的一些狀況 然後把這些狀況report到下一關 整個小結論其實是這樣子 就是說 以對面試官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不用真的出很難的題目 你大概用這樣的方式 可以廣泛的去過濾一下的人選 那其實我有點驚訝就是 Python比較新的一些Feature其實 雖然Python越來越熱門 但其實大家好像了解的程度沒有那麼熟悉 然後對面試者來講的話 就是除了刷題以外 還有一些東西你需要準備 最主要當然來自你的工作 但是其實我會認為你求知的興趣 也會影響到你對這些東西的理解與否 那像各位有來參加Python的台灣 我覺得就很棒 就能夠互相交流 然後學到很多東西 那你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 快恩快答的題目的話 歡迎來BerryEye面試 那我們 我們這邊目前在面的是 在找的人是Emerald Ops 還有Backgen Engineer 那如果說你有 AI相關的技能 有想要開公司的 也可以過來跟我聊聊 好 然後這是 大家應該有看到這一頁蠻久 就我們BerryEye其實是 Python的連續三年的贊助商 然後就歡迎大家可以 趁現在還有多一點點時間 可以掃碼 然後可以考慮加入我們 這樣子 還有一點時間 再掃一下 再掃一下 好 那我們一起倒數好了 9 8 7 6 等到倒數完 還是可以直接過來找我 對 OK 好 謝謝各位 拜拜 謝謝 今天也就為我們帶來那個 如何面試 相信大家回去後開始 我不要耍利口 我開始在補那個Python的基本知識 搞不好你可以 申請到熱門的工作 好 那下一個的話是 Puganini的Talk 然後他的Talk是 PUI Decorative UI for Python OK OK 有畫面了 我要講的 這個是我今年的Side Project 然後 我自己是Freelancer 然後就會接一些雜七雜八的 就是Web App 前後端全都寫 但是我不喜歡寫UI 所以我就做了這個Project這樣 然後 因為現在那個IOS上的SWIFT UI 你就會有JPEG Compose 然後Web已經有好多套了 然後Python還沒有 對 然後所以我就自己刻了一個 那 蠻簡單的 就看起來可能不太像Python 然後就這個example 它有個 有個application 有個label 就是一個holloworld 然後這個是說 它 會根據狀態的改變 去更新UI 就按加減的時候 它會去加減這個變數 然後UI就會自己更新 那內容其實很簡單 就是 在狀態在 改變的時候 狀態在 讀取狀態的時候 它去註冊一個Listener 然後狀態改變的時候 它去trick那個Listener 就這樣子 然後 然後內部維護一個抽象的數 根據那個數據更新UI 然後後面有個 這個好玩的是 有在播嗎 就是它改扣的時候 UI就會跟著刷新 然後 這是用一個 叫Reloadium的Python Package 它會 自動 改來嘗試它就會自動討用這樣 然後我只要 我接它的callback去重新更新畫面 就好了 然後 目前我支援了PySide 6 然後Flutter Flutter是Flutter的Python版 然後還有 Tkinter還有Texture Texture 是一個 Combin line的 UI套件 也是一個很酷的東西 然後 最近是這個Toga 它 它有支援Android iOS跟Web 也是蠻特別的 然後這個是PySide 6 看起來的樣子 然後 這是 這是跑在Terminal裡面的樣子 它也一樣有按鈕有捲軸這樣 然後這是Flutter的樣子 這是TK特別醜的樣子 好 就這樣子 謝謝大家 OK 非常謝謝Fuganini 為我們帶來的 UI的Talk 然後 如果大家想要 玩不一樣的UI 或者是對PySide 6 有興趣的話 可以試一下它的套件 OK Next will be Jogery His title is Improve your Python Learn Rust So let's welcome Jogery Hi everyone This is a slight suggestion from me It's mostly because I want to suggest it to myself as well So let's see that how does it go down with this particular audience of marrying these two sides of things Python and Rust which I believe the subtitle is gonna do it justice Later A promising partnership So Rust Above there it says PyCon It doesn't say RustCon So why am I Why am I talking about this one See We're gonna get there in a moment But I wanted to ask Anybody here used Rust before The Delior and Yongo Rust Oh There's a few There's a few There's a few So hopefully You're gonna see it a little bit That You might be already using it Just you don't know it There are a bunch of Python libraries And Python projects That are using Rust underneath And there are just more and more As the time goes by So for example Rust Which is black but faster So formatting, linting and so on PyDantic Just same as it was before in 1.0 But now it's using Rust And it's supposed to be faster Polars Everybody loves Pandas In the data engineering In the data science community That one as well Everybody's moving over to Polars Because it's so much better Quote on quote whatever that means And Tiktok And if you are working with open AI We've talked about chat GPT and so on And underneath I was surprised to see That one is Rust as well And there's a bunch more that I forgot about it So you might be already making use of Rust Underneath But you don't know it yet So why is it so useful Why Python and Rust potentially works well together So the headlines is I think the two languages are different enough That they complement each other But it's not too different That they can actually help each other very well So this is obviously not a very scientific rundown This is not an objective rundown This is a very opinionated rundown So Python Is it fast to develop in? Yes That's what many people are using it for That very quickly get going Rust on the other hand Is very fast to run So if you write something Then it will perform well Python is very flexible You just write something You run it and it works Rust on the other hand Is quite robust You might have to work hard For make it work But then you have memory safety You have other kind of things That you can rely on So this is a good complement On the Python side There's a large ecosystem And on the Rust side It's not a fair comparison But there are small artifacts You can compile it down It's a compiled language You can get tiny things There So they kind of work well side by side And how to get this started For example you can use Maturin Which is a project To make it more user friendly To start this kind of project And you can use it To generate a project skeleton And if you screen there You can see In the project tree That get generated You have the Python parts Like pyproject Python Anit.py And the Rust parts Cargo And the libraries And you can just Get started From the example code That is in there What kind of example code That we have So if you look at the Rust side You would have something Like That on the top It's like obviously It's very dummy We don't have to go into that But it's Defines a module So you can feel like That you always import Some modules in Python So it defines a module It defines a function That it exports And it Here just Does something silly Like Taking two numbers That That are added up And then shown as a string But you can imagine That that one line there Can become much more Much more complex From there And it knows about Python So pyresults Like it exports That kind of That kind of types That are very pythonic And From here You can just level up You make something more Performance sensitive Or concurrent Or when you need to Work with lower memory systems And so on Like really the sky's the limit But you can also learn From Rust itself Like they think about programming Slightly different way How documentation Is a first quest feature So you can provide Examples in documentation That get actually run And tested Or how does Android handling Work Using more iterators And pattern matching And using more immutable Variables That is That is really part of Like a good Good Python practice And insert your insights There If you have any And On our side I just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You can start something new And Get going Thank you Thanks Georgie That I think Many people in this Don't have already Use Rust Yeah So you Make more people use Rust But Don't forget use Python At the same time OK 下一個的話會是蘇伊豪 然後她的題目是天文的指教科學與天文的指教在創作 那我們歡迎她 是蘇伊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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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的副業是一個推廣開放科學的公民天文學家 其實我是因為今年投考沒有上 當然又不想中斷 已經連續六年在派康貢獻天文相關的主題的紀錄 所以來報閃電秀 然後如果各位會眾對於Python在天文領域的應用有興趣的話 歡迎搜尋並加入這個社團 那如果明年你們想要聽什麼樣天文的主題的話 也可以在這個社團裡面建議 OK 那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我一個虛擬的朋友 叫黑蛋 他有煩惱 他是一個對天文有興趣的人 然後他每當他仰望星空的時候 就是想要伸手捕獲星星來一探其奧秘 但是即便看了科普書籍和新聞報索 他能覺得星空很遠 那如剛剛上一場那個Panel我講的說 就是這樣TraderGP很有用 然後我現在都會有什麼煩惱都去問他 所以呢 Let me TraderGP love for you OK 做語是 請問是否有專欄文章以天文新聞為題材 然後介紹相關開放資料跟開源軟體 讓群眾能自行用Python取得天文觀測資料來玩玩 以拉近他們與星空的距離 然後這個是付費版加外掛的TraderGP他所回應的 就是他找到一個專欄文章叫天文的資料科學 然後他是以台北天文館或者是南淫天文館的天文的新聞為題材 然後介紹相關的開放資料跟開源軟體 然後他會引導想要引導讀者用Python去取得資料 先處理跟分析甚至視覺化這些資料 然後想要透過這些步驟讓群眾能動手體驗天文知識的發現過程 拉近群眾與星空的距離 然後這個也是一個天文的資料科學教育產品開發計畫的一部分 OK 那我為什麼想要寫這個專欄文章呢 因為現今的天文知識其實跟資料系列相關 然後但是目前的天文的基礎教育還有推廣 很少機會讓學生跟大眾去接觸到這些資料 然後也缺乏讓他們理解說 如何從這些資料產出天文知識的這個過程 然後另外一個是私心 因為我最近在寫一本書叫 用Python探索天文 從資料取得到視覺化這本書 然後進行這個專欄文章是為了這個書進行前期的宣傳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懂Python跟資料分析 那這些資料對他們來講還是有點距離 所以我現在發起了一個新的計畫 就是天文的資料在創作這個產品開發計畫 想要去探索說 這些天文資料還可以除了資料分析之外 還有什麼樣的 在利用這些資料去做什麼樣的產品 比如說是一個 使用者可以跟這些資料互動 然後背後是可以讓你了解這些資料的來源等等的 然後如果各位在做的 你們再回想一下你們在學習天文 在接觸天文的過程中 有什麼困擾痛點 可以在這個調查表單中寫上你們的痛點 然後希望我可以根據你們的痛點去開發相關的教育產品 還剩一點時間 那我就回到這個專欄文章 這專欄文章其實就是一個叫PM2.5的PM 他賦予黑彈是RD一個任務 就是資料分析任務 然後客戶的需求是他想要去了解有哪些太陽的觀測資料 然後所以RD黑彈就問了一個叫 可能是GPT10之類的後代叫Imon 它是一個人工智慧 然後就是比現在GPT比較會講笑話 然後他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文章過程中 他是去了解說可以用怎樣子 比如說上拍這個Python套件可以取得太陽能觀測資料等等 然後這個 這文章還有附上collab的連結 對 然後就是可以讓大家看 怎麼去取得太陽的觀測資料等等 OK 好 謝謝各位 好 非常謝謝蘇伊豪威文帶來精采的天文解說 那如果大家如果對他的那個計畫有興趣的話 剛剛那個QR不要忘記 雖然已經不見了 OK 然後下一個的話是SUSHI的 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下Signworks 然後就是治癒你啊 治癒我啊 有什麼特別的 然後這個東西跟剛剛那個蘇伊豪 大家大家很有相關 為什麼這樣講呢 怎麼是Signworks Signworks 顧名思義就是跟Science有點相關 那我們想要讓這個東西能夠落地 能夠執行 那這應該要透過什麼 就是所謂的 因為我們就是寫程式的嘛 就是程式的社群 然後程式開發 那怎麼樣在這上面透過程式開發 落地然後community的一些合作 讓剛剛有講AI那個Panel講 怎麼樣有value出來 這些東西要怎麼去結合 所以這基本上是Signworks的主體 我們針對在City Computing Engineer跟Data這個相關的領域 那我們希望發展在台灣 然後走出台灣這樣子 那簡單來講就是說 你知道有各式各樣不一樣的數值運算 包含說剛剛有天文學的嘛 比如說我剛剛下午有遇到地震學的 各式各樣不一樣的 那這些可能都跟資料相關 然後跟一些數學公式相關 那怎麼樣要讓它實際可能運作 現在其實就是透過程式在做進行 那Signworks其實是個社群團體 那我們在做當然virus說diversity 當然我們不局限於說 各式各樣的宗教啊 性別啊 種族啊 語言啊 如果我們講個通話 那還有透過不一樣的conversation 對話來進行 那當然很重要就是開發一體development 不一樣的事情 吃飯啊 出去玩啊 Sprint啊 這一類的 OK 很重要就是說大家要聚在一起 所以我們有不一樣的活動 可以讓大家聚在一起 那這邊有不同的各式各樣背景的人 有對於數值運算相關的 然後有資料相關的 那還有很多是跟學生團體相關的部分 對 那再講到我們活動的話 其實主要活動是每個月有Science Print 那目前已經辦了27或28場 我數學沒有算得很好 那在2013年的時候已經有了5場 那下一場大概9月16的時候有會舉辦 那我們主要就是有現場的Coding Spring 然後還有各式各樣交流的活動 OK 那當然就是我們在做就是open source project 那就有些problem要去解決 那透過就是planship的方式 那大家一起來參與 那Community的member的話 我稍微講一下就是有YS勇裕啊 然後我啊 Robert然後Chester跟Janny OK 那我們也希望有更多人一起來參加 那如果有錢出錢有力處理 那如果你出了錢多一點 我們也會多跟你溝通一點 好 不過當然就是我們義工朋友也是很多 尤其是我們在舉辦的活動 很多是在那個清大或交大 其實很多學生朋友也去參加我們 OK 那這邊有相關很多volunteer的job discussion 就是希望說大家來參加 然後可以獲得些什麼 學習到什麼樣的東西 那再來講的話 其實除了Sprint的活動的話 我們在預計說年底的時候 會有一個conference 那現階段可能會跟PiData一起來 合辦這個conference 對 就希望我剛剛講 其實起源於台灣 然後走出去台灣 然後擴大把不同這種open source的project 從台灣帶出去 或是把國外的project也帶進來 這邊有不一樣的合作活動 那三個我剛剛沒有講例子 不過你們可以到那個 我們的網站上面去看 我們是從2020年的時候 其實就有很多影片開始 OK 這是我們的網站 你可以看到 可以點選到我們有Sprint 密碼還有相關的project 那最近的話 就是我剛剛講的 三位2023的conference 我們正在舉辦中 那現階段在 Cover Paper Cover Proposal 就希望說大家對於 Centemic Computing Data相關的 或是engineer的 然後跟程式相關的 像剛剛 第二個那個 Pocantini的那個 visualization 其實也是很適合的 然後剛剛 為什麼我會Q到數字好大大 那天文學 有沒有資料 這非常相關 對不對 如果有相關類似的話 Pycom投稿沒上 沒關係 我們這邊可以多討論 對 好 那目前預計是在12月初的時候 在陽明交大舉辦 然後除了PyData之外 我們還會跟HumbleData 這個團體合作 它是for 一個國際的一個 另外一個志工團體 for Beginner的 Data Science的Warship OK 那這是接下來 9月16號 我也會進行的一個活動 Sprint的 那有些情況可以去報名 那這是我們各自各樣的 社群活動 對 那我們大概還有10秒可以掃碼 Follow我們Facebook跟LinkedIn OK 謝謝大家 謝謝 非常謝謝Sushi 為我們帶來精采的Sitework的演講 那 我自己本身又有參加 對 但我今年 東西不過沒有辦法投稿 不好意思 那 下一個的話 輪到李偉 他講的是 Back to the last time We were here So Let's welcome李偉 So Yeah So the talk today We'll be back to the last time we were here But I'm not going to use English in this talk Actually So 所以今天 就是大家都來參加了排抗台灣2023嘛 那 當初在討論閃電獎的時候 就有人說 就是 我們要提早跟那個講者講 你已經錄取了 不然就是有人 對 那個有人就是我 這個就是 到剛剛在講第二個的時候 我還拍照還在做投影片 那為什麼不是到剛剛 可能我的前一個還在做呢 因為前 前面兩個人都是用我的電腦 我沒有辦法在剛剛做投影片 所以沒有辦法做得更趕 好 那我們就慢慢回去 前幾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像 去年我們去 接了PiCon AirPack 我們在Garrett Town辦了一個 還蠻盛大的活動 另外因為去年疫情稍微趨緩 所以我們有到後台咖啡有一個小的Party 那再回到2021 這是我們第一次舉辦的線上會議 也是同樣在Garrett Town 還有 姑且算是唯一的一場線下活動 就是我們的Development Spring 我們找了Project Leader在現場 Lead Spring 讓大家可以線上參與 這差不多就是當時的限制下 現場可以有的人數 現在大概20人吧 我記得當初上限制是30人左右 那回到了2020 我們首次離開台北 到了台南 有個很酷的idea 社群鬼 這就是當初我們到的五個鬼 五個非常酷的餐廳 這個idea真的非常有趣 那再來就是回到2019 也就是上一次我們在中演院的時候 那想問問 這裡有2019的會眾嗎 可以舉個手嗎 喔 好 那其實這也是我第一年擔任志工 那希望大家就是照 都有像這張投影片上面寫的一樣 就是enjoy your day and make new friends 雖然 這應該要更早被大家看到 但anyway 對 那如果你有參加2019 你可能還記得這個東西 就是 Do you know PyCon Japan And do you know PyCon Japan Yet again and again 其實Keyno還有那個主席當年都有講 但我就不想再多截圖了 所以 對 昨天其實有講到 就是在9月6號會有PyCon Japan 也就是今年PyCon APEC的活動售票開始 那 欸這裡好像 5 2 5 3 3 1 2 這個也是我剛剛就是 照出落攤位的時候發現的素材 就是他們錄了一個歡迎的東西 我就 欸 那我就把它加進投影片吧 對 我真的 投影片就做到最後一刻 然後就是 感謝我們的公關組長提供的素材 好 那 那我們今年其實找了一個 算是旅行團嗎 其實我們就是自己揪的一群同好啦 那我們有一個mailing list 如果你有興趣跟我們一起去PyCon Japan的話 或PyCon APEC 你可以寄信到這個信箱 那 今年的PyCon APEC是辦在東京 然後 tutorial是 10月26號 那 主要的議程是10月2728 主要 我們這一群人 會出現的時間應該會是2728 這樣 那 你需要做的就是寄信到這個mailing list 然後 你的subject就是 前面有個前綴 然後subject 看你要寫什麼都可以 那 在信件中你就是提到你的中英文名字 或者你希望我們怎麼稱呼你 然後你的email address是什麼 還有為什麼你想要join這個團 那我想 在這個團中 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交朋友 然後 這個團最確定 很多東西都還沒有確定 但最確定的就是 我們絕對不會幫你訂機票 我們也不會幫你買會議門票 也不會幫你訂那個什麼飯店 全部都不會幫你處理 這個就是我們唯一確定的事 對 好 那其實今年 如果剛有到那個結緣品那邊 可能有看到這個就是PiCon Japan 帶來的好東西 那 這裡也還有幾場 目前還沒有發生 但是 是在今年會發生的PiCon 還沒有人糾團 所以 如果有人有興趣 歡迎糾團 對 好 然後 那從 四年前到現在 就是我們在中原的這個歷程 算是The circle is not complete 那接下來 我想分享就是 在2019的 這算是講者 這叫City Tour 有一個很有趣的是 就是 我們從 台北的大道程 搭船到那個 淡水這件事 讓我一直覺得很印象深刻 那我想要讓 有點像 讓PiCon台灣再次起航 的這種感覺 所以最後放了一張照片 算照片 最後放了正常的照片 放了一個這樣的東西 對 那我想要邀請大家 明年一起來加入我們的 PiCon台灣2024 不管是 either as an attendee or a volunteer 那 那 喔 我好像被卡掉了 不過那就算了 沒關係 其實也沒關係啦 就也沒有什麼好講的了 對 好 感謝大家 謝謝李唯為我們帶來的 這幾年的回顧 然後還有 PiCon APEC 今年PiCon APEC 在幫大家複習是要寄到那個信箱 然後 object 那些要寫 啊 subject 那些要寫好 然後我們不會幫你助理擊票 但我們保證你應該會有一個很棒的旅程 對 那接下來的話是Tenning跟Andy 然後由Andy present 然後為什麼我們要當PiCon自空啊 可以嗎 喔有 好 那我們來歡迎Andy 好 大家好我是今年PiCon台灣2023的議程組組長Andy 然後呢至於為什麼上寫兩個人 今年議程組有兩個組長 但 目前另外一位正在趕過來當中 我不確定他會不會 他出現了 我歡迎他 好 正好在最後一刻趕到了 好 今年的議程組呢 真的是需要改叫意外組 就是今天發生了非常非常多的意外 好 那接下來我來進投影片 那我們是誰呢 我們是Tenning跟Andy Tenning正在這裡 好 然後目前呢 Tenning已經在議程組服務三年 那我今年是第二年 但不過呢我擔任了PiCon的身高委員 已經大概五六年了吧 那他加入委員是因為擔任獎者 受到我們前任的組長 俊偉大大的邀請 來加入了志工的行列 那我也是在求學完回來台灣之後呢 那就跟著加入了PiCon台灣 因為每次的PiCon都讓我帶了滿滿的感動回去 好 那為什麼我們要擔任PiCon的志工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很想知道到底為什麼PiCon可以 總是每年都帶給我們這麼多不同的驚奇跟好奇 還有這些很感動的這些感受 那Tenning大家要不要先 要不要講一下 好 那 好 那Tenning大家覺得呢 那他覺得這是一個很不可思議的活動 那其實大家都是無償的志工 然後大家都花費自己的時間 還有自己的金錢 然後來辦來舉辦這些PiCon的活動 好 那為什麼呢 那就是等一下我們會解釋 就是我們在PiCon我們可以得到一些什麼事情 那接下來我們先主要介紹一下議程組 到底在做哪些什麼活動 那首先呢大概就是 編排所有的議程 然後還有GFP 然後我們會邀請審稿人來幫我們審稿 那最後呢還要跟長者一個一個去聯繫 然後確保呢他們每一位都可以來到大會的會場 我們都會盡力努力的去協助 然後呢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每一位來參加PiCon的這些觀眾 那也是還有這些組內志工 還有跟各組其他志工的一些合作上 然後讓我們帶來滿滿的議程組 好 那當然也是有很多新類活動啊 像是投稿人呢 總是會在最後的兩天到一天才會把稿件上傳 所以我們每年都在開會決定 到底今年要不要延期 延CAP的日期 然後呢或是像之前呢會在線上演講的時候 我們都會要希望講者可以幫我們先預錄影片 那我們就會預錄影片也非常非常的辛苦 然後審稿也是要催我們的審稿人 因為審稿人每年都有二三十個 然後他們都會也是一樣跟大家一樣 都會在最後一天才會上線審稿 然後還有各組各內組外的事情 好 那但即使呢是這樣 我們還是有超過70%的志工呢會選擇留任 那選擇留任的理由呢非常的多 那這些都是我們去訪問我們議程組的組內組員 然後得到了一些為什麼他們想要加入排康志工的理由 那理由很多就是報名就對了 好 那志工呢 如果你已經有一份正職的工作 那這是一些QA 那沒有辦法全時投入怎麼辦 那其實大部分的志工都是有正職的工作的 雖然我們有可能會在上班的時間 不小心偷偷處理排康的事情 不能跟老闆講 好 那如果男女朋友抱怨說 你都在忙這些排康 就是除了工作之餘 還要忙這些排康的話 那怎麼辦 你可以拉他一起來當志工 那你不會排康的可以擔任志工嗎 那其實我們議程組 或是其他組也很多人都是不會排康的 那我已經很久沒有寫程師了 現在是PTT工程師 好 然後呢 不要猶豫了再趕快來加入PICON台灣的志工吧 那你要先加入PICON台灣的志工 你才會找到你擔任PICON的 才能再找到參加PICON台灣的意義 那即使呢參加PICON台灣之後 發現真不是你所追求的 那至少你知道這是你不想要的 那希望這邊呢可以找到你志同道合的夥伴 然後這是今年PICON台灣2023的志工幫你表單 那明年的志工幫你表單 那明年的志工幫你表單或許 我不確定等下結束的時候 會不會發在後影片上 但應該是會 好 還有19秒 好 所以 要講話嗎 沒關係 要繼續講 好 然後呢 最後有點私信效的要求 就是PICON Talk是最後的活動 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倒數 然後讓我們一起迎接PICON台灣2024 好 大家拍卡2024見 好 非常感謝議程組長 兩位 然後都今年非常的辛苦 然後我們還有非常多的talk 就是昨天第一次取消 然後或者是那個延期的 那這兩位組長都非常的辛苦的在維持 那我們把時間交給我們的主席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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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